這個謝先生來的 他就141元買入 都是收了息的 他說他收息收得不錯的 他說本來打算就長線持有的 他說現在是不是轉勢呢? 要不要沽呢? 短線是在轉勢的 你講的面對著內地很多限產 講的限電 整個製造業可能 我又不可以用停頓的 但是總之轉慢 你對航運股集裝商來說 乾散貨又好集裝商來說 怎麼都會有一個negative impact 有一個負面的想法 但是記住是想的 實際上你之前說的那些看好的因素 沒有變的 你講整個運價仍然是高水平 你是不是過完聖誕節 過完聖誕節 外圍傳統旺季之後 完全沒有物資需求 運價會跌很多下來 我就覺得不是 第二方面就是現在運價 就算跌30%下來 其實這些航運股的股值 都還是很便宜 你用來收息的話 316還是一個很高的股息率水平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連連派100%的股息率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派了出來的話 股息率是很恐怖的 那你有機會真的在說410多元買 已經收到30多元 意味著你的成本已經落到100多元 你會不會打到最後可以零成本 不排除 所以我覺得只要你不是近期高追的話 航運股 反正這個市貨什麼都差 那你都還可以收 但當然如果你真的很重注 就是你全入的 我都會建議你先減少一點 就是因為現在的市貨上都不適合大過重注 所以純粹現在說 我們唯一關注就是住碼上控制風險 如果你說140多元這些位置 跟之前2343的狀況都是差不多而已 打回原影 但是這個股息更高 有成差不多接近三成的利潤在手 我覺得可以守 除非真是太過重注尾 是 移軟一點 但是移軟了出來之後 你之後也有機會讓你買回來 所以不用這麼慎急 短線 我覺得你說短線的性質的確是差了 但是你說代不代表很差 會不會用玩完來形容 真的不會 但是不調整 沒什麼可能的 我們經常都說幾強勢的股份 會至少試10天20天 甚至現在試50天線這些位置 落到100天線120元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問題是你會有得受 所以說特別一點 不是特別高水平的人追追了的時候 我不是特別擔心 是 始終都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板塊 是不是這麼說 短線它會比較反復 如果你拿了本身有很多利潤在手 萬一市真是踏入紅市的時候 你起碼有利潤在手 你不會特別擔心在那裡 但是如果真的高水平炸了 就要從註碼 或者在圖表上做好風險管理 所以如果你說316 現在50天線我都不敢說 140元這個日子一定不一定收到 但是穿了 只是反復 抱著一個中線持有心 太好奇 短線行運股一定是差的 但是中線角度 我覺得暫時我的結論 就是這一刻都仍是